欢迎订阅 草地上的午餐 Le Déjeuner sur l'herbe 它的创作者是印象派画家 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 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是1866年 我们看到在画中 莫奈运用印象派的观影书画 描绘了草地上 肖贤的绅士 淑女 野餐的情景 它以幽暗的树荫作为背景 衬托着前景白布上的男人 女人以及食品 体现了夏日肖贤的时刻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画中的绿叶在前列阳光下 显得非常的透亮 那人物也非常的鲜明动人 它外观的运用是非常巧妙的 这幅画现在被保存在莫斯科普西金国立美术馆里面 那现在我是在巴黎的路易威登基金会的 储基尼收藏长当中看到他的 他也是这次展出的藏品当中 创作时间最早的一幅画作 可能也有朋友知道 在1863年 另外一个印象派画家 爱德华·马奈 也创作了一个同名的作品 所以莫奈的作品 创作时间略微晚三年 他可能是想向马奈致敬 也可能是想一笔高下 我个人觉得呢 莫奈是略战上风的 汇宁时间 法国巴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